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的眼中 家庭主妇和直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家庭主妇的生活就是很自由很自在 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 在工作当中我们利用压力它肯定是没有的 当工作或者做家庭主妇太辛苦的时候 是否有想回家做家庭主妇或者重返职场呢? 工作类肯定是有 但是这种想法没有 应该还是有自己的收入 这样的话家庭也会有一定的地位吧 两个人属于平等 有时候会有 因为不可能回家玩 你照顾两个人照顾的太辛苦了 刚开始在家的时候就特别想回家玩 后来在家待时间长了就离回家了 是否有过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件事情 让你觉得家庭主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那就是离婚 一旦要是说走入婚姻破裂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有一份自己离婚 或有一份自己的收入有多关重呢? 靠别人总是没有靠自己去 没有自己的收入 没有自己的来源 一旦要是走入离婚呢 感觉会非常惨 目前在家中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 做饭还是由你照顾来进行 我还是与主要收入我吧 主要收入我来做啊 你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是脱离了社会生产 还是在社会生产之中? 脱离 脱离生产 姥姥是否有讲过女人要勤劳顾家 照顾好自己的老公这类话 对于这个观点你是怎么看? 嗯,那是她的讲 你姥姥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 你姥姥也会告诉我 去那个将来结婚了 去去做个贤贤养 然后努力经营自己的建议 然后多做家务 同意 不都是为家好 多付出人也别抱怨 心安情愿也付出不行 年轻女性和母亲这一代 总会有一些思想上的代沟 比如不想结婚听课 对于这些思想你有什么看法? 不支持 我肯定不支持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灵魂 必须有自己的孩子 能体会到气候的快乐 一定要生孩子 肯定不行 孩子进步不了 没有孩子觉得家里孩子不管你 如果你生的是男孩 在他结婚后 你觉得他的家务应该怎么分配呢? 我觉得还是女孩多做一点 男孩可以十当年承担一些 所以不管你是生男孩还是女孩 都不会改变你对家庭中男女家务分配情况 对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作为女孩的 就去多承担一些 肯定女孩多承担一些 我觉得好家伙就在女主上干嘛 现在一部分激进的女权主义认为 职业女性在职场中所受到的压迫 是来自于家庭主妇 对于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呢? 嗯 她们这种想法 有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确实是 如果要是职场男性 她的爱人是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的话 那她就会 把所有的精力可能更多的是放在工作上面 去挣钱 然后养活这个家庭 这样的话她的精力肯定要比职场女性要多很多 优势也会有很多 职场女性还要工作 然后回家还要照顾孩子 可能还要承担家务 可能会非常累 可能呢在工作上可能就不会有男性的那么的充劲 然后去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肯定要吃亏 这是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这个应该不对 因为 嗯 我也想要玩 但是至于家里人没办法 也下不了玩 并不是我本身不想工作 嗯 有些人工作可能是为了 创自己家族 有些人是为了搜出来 也不一样 嗯 我是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工作 嗯 需要在家工作 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停家 那直接跟他们怎么讲